欢迎各位师兄 来回收睇中老TV新节目 33% 赛马博士 没看错 这次博士是用拼博的博士 由于剩下8个赛日就已经10科现了 找一些寻找肯拼博的马匹是至关重要 可以帮各位师兄赢钱 所以中老TV特别节目 33% 赛马博士 由此诞生 就帮各位寻找肯博兼是值得博的马匹 符合的条件必须是三个条件 重量的条件才立入为这个标准 第一个条件必须无论是开跑前 是多少倍都好 去到开跑后必须要是单位数 即是10倍都不行 一定要是9倍打下去才叫单位数 第二个条件必须要满足开跑后跌幅的倍率 要是超过33% 例如马仔开跑前的是9倍 开跑后是6倍 跌幅就超过33% 所以就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必须是跑的名次上一仗 要在8名之内 如果名次太过度效 也是不值博的 所以今次直接挑选符合了三个条件 必须是两个条件以上 就是第四场和第七场 听阿斐讲解这两场哪个马匹值得博 在讲马之前的第一次收集中导TV赛马片的各位星人们 如果觉得中导TV的节目影片可以帮各位星人赢马仔的 记得按个订阅支持一下 回到营光幕 看到第四场 阿斐会带大家尋找那只直拼马 首先为何挑选第四场呢 由于这场是弱祖赛士德利 一号的就是飞黄精英 这只马仔是上场 博到尽 博得很厉害 很厉害的 亦看到丁冠红马防这只马仔 多次被梁家俊赛 他由田操的千米赛士 短途3月31号 已经上了名第三名 跟着升道跑着田操千二开始 缩组了马群 由没段22秒8 1分09.2 做就的时间已经是季内 相信是比较好一点 记住 黏底那次 可以快放到最后 虽然输了 但亦是上名成功第2名 最新那次 博到尽 博得很厉害的状态 126磅的梁家俊 同样 由头放到尾 最后大领放3个马奥位 当日创造是最好的时间 1分09.0 这是最好的时间 所以第一只马仔推荐给大家 那只肯定是很薄 博到尽 1号仔 是辉煌精英 但这次由于赛事 33% 尋找那只 是博尽马 推荐给大家 3号仔 精彩勇士 进来看看 3号仔 精彩勇士 这只马仔 季初到现在 唯独一次跑着田草千二 已经是2024年2月25号 当日升班上来跑 13档外档 找了很轻榜的 就是 是无险东去拆棋 最后一扑一轮 68倍 跑到第九名 为何这次直拨率 極高 是狠博马 推荐了这只马仔 正彩勇士 在2月25号 升班赛三班 毫无见书之后 直接跌下来跑着 那是四班 但戴维希斯 最主要的路程 都是挑选马仔 跑着田草一千的赛事 为何今次 田草千二会觉得 直播率 减薄马 信号特别强大 由于 大家开始认为 3月31号 当时 报名 131 跑着的时间 57秒3 总时间 记住田草一千 由头下已经放到米 但表现平平 但当日 都可以 6加4.6 背了 然后 飞到马到那次 赢了那次 上名成功 兼得投马 就是583 田草一千的赛事 13档外档 梁家俊128磅 以一个臂位 就是当日 7.5 飞到马到 险性 最主要是 去到5月26号 优先出赛 辅了重磅10档 梁家俊 当日 背了的倍数 是18倍 由于磅数重了 那倍率 大家看到 是去到18倍 但当日 仅仅输了 就是第四名 仅仅输一有二分的茅威 但是 那个是 末段总时间 完成时间 是56秒3 其实是 田草一千米赛事 3月到现在 最好时间是他 马匹的末段 霸放的身 也是最好时间是他 22秒7 所以马仔已经的爆发力 是OK之制 今次找回 轻榜的王智雲 大家可以看看田草千二的赛道 其实 就是一条 小短的直路 跟着一个大转弯 然后就是直路 可以 没断那一下 其实那一下直路 转完弯之后 那条直路 是比较长一点 所以没断爆放也很重要 所以今次 轻榜的王智雲 看起来这个马仔 直路一千米赛事 反而 真情多一点 对这马仔是有帮助的 田草的一千 已经 完全无毫无战益之后 今次大卫希斯 挑选的田草千二 不是乱报的 是真是弱组之下 三号仔的就是精彩勇士 已经在过往的田草一千 已经 展现了他的爆发力 所以田草千二 这只马仔肯定的分头 兼是他那个 赔率 也有直播率 极高 所以第四场推荐给大家的两只马仔 一号仔的就是飞黄精英 和三号仔的就是精彩勇士 回到第七场的就是 尼底赛事 这里挑选了 首先 七号仔的就是成终勇士 也是大叶满之选 由于 尼底的千二米 最主要近期完成了 在两个月之前 有一只马仔叫做奥华威威 由于十号仔的奥华威威做标准 看回来的马仔 过往到现在跑着距离地千二 最主要的驱程时间 都是控制1分09.12左右 徘徊 最新那次 都是轻磅的巴道 刷齐狗档 外叠抢口了一点 所以虽然当日是叶满3.7 但最后 都达成5个多万位 但不要紧 看回赫然这只奥华威威 过往到现在 今个赛季到现在 其实 赢马近一次 时间平均来说 1分09.5 多一点 兼是拿着 内档兼是轻磅的 这次10号仔的奥华威威 我就不特别推荐 但拿它做标准之后 看回赫7号仔的成中勇士 最新刷骑那次 是5月29号 706 来的千二 当日同样是三档 潘顿 其实 这只马仔是开头走势不足的 但直路过一下 就是受困的 未能忘空 所以就错失了那个充斥的良机 当日就算这样是受困之際 完成时间 1分09.6 都是屈居第三名 僅僅输1 2分10号位 王忌居 好 你开集的时候 前面快集 看到外面位置 保励生辉 内篮转色 吹灿 灰马都快 外面还有起中起 中间红衣 厨师发板 太阳升 外面劍山峰 蓝色眼罩 黄衫和帽 闪耀威龙 后面5只 阳光宝贝 龙藤飞翔 城中勇士 浅男帽 在眉衫内篮 外面得心之余 暂时殿后 是那只延心星 过了800米断柱 放了出来 灰马一只 钻色吹灿 在外面 保励生辉 第三位 太阳升 喜中喜第四 内篮第五 六色衫 有阳光宝贝 外面劍山峰 转弯有些不规矩的 王衫和帽 后多层的马 有闪耀威龙 外面得心之余 后些才有 燃心星的马 正在直路 前面钻色吹灿 逗着保励生辉 喜中喜就中间 上了一点 前面偷位上 有阳光宝贝 外面追有劍山峰 外面 还有德森之余 最后百多米 前面透出的马 是保励生辉 但是大外档很厉害 这就是德森之余 中间位置 还有闪耀威龙 来难 成终勇士 接近中点 德森之余赢 跑第二名 保励生辉 第三名 埋便 是成终勇士 第四名 闪耀威龙 结果今场赛事 这只德森之余 好像赢得都挺超班的 转弯有外面 结果就轻松赢马 第二名 保励生辉 第三名 埋便 成终勇士 但是马仔过往到现在 无论是2月18号 432那次 周俊乐拿着9档 124磅 都可以 是1分09.1 同样 潘顿也是3月份 都是士奇的马仔 同样 大家那天 502那次比赛 128磅 5档 都可以在外跌 居后 同意 向前 追上来 虽然 虽然输得比较多 跑着第五名 但完成时间同样 都要1分09.1 所以上仗博失 7号仔的成终勇士 今次沈杂成 最后找回 潘顿过来 去刷旗 7号仔的成终勇士 肯定是想夺贯为主 多一点 所以 第一只推荐马 是7号仔的成终勇士 第2选马匹 推荐给大家 受12号的日日奖 今次方家八丫 不是找了报名 或者都没了何必要 是找了超级轻磅 就是填碳安依6磅 足足是减了12磅 由于马仔是上一仗 5月29号 705 找了的磅数是128磅 当日7档 都可以在三跌无遮挡之下 充斥非常之强 足足赢了两个马位 完成时间 1分09.4 马仔今次升班上来 其实状态有没有一直博 其实都可以博一博 看一看 马仔今年年初初 1月7号 是四班马 当时是轻磅 16磅的巴道 在八档 完成时间 都是1分09.3 当日都背了6格 6.9 过往 马仔 尼底千尔 找了轻磅的何侄药 和轻磅的杨绵 都是拆棋 多数都是以二档 兼五档之内 完成时间 平均来说 都是1分09.7 1分09.6 1分10.1 轻磅之下 他都可以有这个状态 到了五班重磅 加程度上来 反而 时间没有升到上去 反而是跌了 轻磅的时候 在五班那时 是1分09.6 1分09.7 1分10 为主 由于2024年1月份 马仔 才是四班 四班打上去 贵初的时候 到现在 他背了轻磅 但是完成时间 平均来说 1分09.6 1分10.1 和1分09.3 所以 今个赛季之后 反而跌了到500 马仔重磅 没有增加到1分10 1分10 1分10以上 是直接重磅之下 反而时间可以 上升到1分09.4 所以马仔进步了上去 直接上升上来 是初上升班 跑了田祖千世 不需要担心 轻磅的田太岸 马仔近期进步上去 所以二选减了 在12号计 一日涨 三选马匹 阿飞推荐的那只薄马 是8号的 就是新强福营 新强福营 同样都是数据 符合了这个就是薄塞马的状态 由于新强福营 上一仗 开跑前是6.9 开跑后是3.9 足足跌幅 是43% 当日跑着的名次 是第六名 所以最稳定 兼是薄塞马来说 8号的新强福营 肯定今个赛日 是三级之内 无用之意挑选了他 所以阿飞反而会取回 8号的新强福营 拖回了7号的成中勇士 和12号的日涨 两只马在六洗垂手 这位置 实识无千牙 稳定多一点 为何说8号的新强福营 是直驳马 由于上一仗 初常跑着的1200 708 5月29号 但当日 很神奇 他背了 3.9 也算是大热门 但这只马由于去到最后200米 转弱 最后强差人意 跑着的第六名 但这只马 马仔 就算是第六名 都可以完成时间 1分09.8 那马仔为何可以当日 去到3.9 什么叫六格 由于他季初到现在 他试过 季初 2023年的12月之前 试过三次的试集 当日找到 霍云星 在田草 田草拔 尼蒂千尔 和田草一千名赛事 都可以 有不吉 好的状态 都是上名跑着第3名 然后 过往的田草一千 和田草千尔 航无战跡 马仔 但同样 都有六甲 尿康命马防 最新的那次 2月16日 尼蒂千尔 找了汤普申 试过这只马仔试集 没有比赛试集 粥粥是大领防 直路透出 越跑越远 赢了三个马 所以 4月24日 同样找到霍云星 去试集 你记住 是尼蒂试集 去拆几个马仔 当日 都是以屈居第2名 跑着 书彼天天同乐 拿着第2名 所以 三次的尼蒂试集 有三次 都是上名 保持头3名 所以由人有余的 跑着尼蒂千尔 全世界都看好了 所以上一仗 去到开飞那一刻 已经3.9 跌幅足足是43% 所以这次 就是博尸马的 8号仔 伸强福营 希望 谈那里 就是没有那么多谈 直接找到 轻榜的蔡明晓 可以帮8号仔伸强福营 这次的普通肯定是给你 所以直博马是8号仔的伸强福营 所以第七场推荐给大家的 三个马仔 就是7号仔的 成中勇士 12号的翼日掌 和8号仔的伸强福营 是阿飞的第七场的 深色推荐 由于暂时没有赔率 看完赔率 再推荐一下 是购买方法如何 提供了第四场的两个马仔 首先第四场的就是 1号仔 飞黄英英 3号仔 精彩勇士 第四场的推荐了的就是 7号仔 成中勇士 12号 翼日掌 和8号仔的 伸强福营 就是阿飞提供的两场 深色推荐给大家 去到最后的 希望明天有赔率之后最更新一下 直播马 是哪个马仔 去到最后 记得订阅 支持一下中勇TV阿飞讲马仔 这次 是赛马博士新节目 是这样 拜拜 拜拜 收睇中勇TV的各位观众 请注意 你出片 我派钱 香港打工人 振得鸡碎那么多 不够洗 已经是常态 有没有想过 你吃早餐 有人买单 有没有想过 你去街市买菜 有买单 或者你有没有想过 在马场倒场马 都有人买单 这么适合的想法 中勇TV 和你一起实现出来 真金白银 给你 螢光幕见到的 就是中勇TV的日常收入 所以各位师兄千万不要乱识你们的才华 如果是阿飞这样 喜欢刨马仔 就出贴士片 亦将这条影片 去公主意识给各位师兄收看 所以最后 亦都可以获利 在这里 中勇TV承邀国际言论 将你们的影片 投放给中勇TV平台播放出来 如果不知道怎样营运 或者怎样制作影片 中勇TV给你承包所有后期制作 实现 有钱齐齐找这个目标 有兴趣拍片的 可以直接WhatsApp 或者是联络我们 电话和码 6730 45.3 看看大家